歷史為盡 以古見證 笑談天下新鮮事 其有此旅開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呂捷 歡迎收看今天的其有此旅 換個角度來講道理 那我們今天的來賓是誰呢 他一度號稱身價5億 但是目前聽起來他應該已經超過5億了 但是他曾經落魄到一天內 只能吃一個60塊的便當 並且租屋過日 他何許人也咧 他的名言是房子是用來炒的 不是用來住的 如果有機會你就應該要上賭桌 人稱他是hold不住的反派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傳說中的炒房達人 帥過頭黃佳進 大家好我是帥過頭 被關不會死 不炒黃我會死 好 你剛剛有說到 你曾經倒過 我 常常在倒 我常常在倒 我倒三次了 那你當初為什麼會開始炒房 當時是走投無路才炒房 走投無路才炒房 你這個邏輯不太對 不 我不喜歡炒房 我是因為網咖失敗 開三四六間一次都收 然後我現金燒完了欠了一千八百萬 我才不得已做房地產 你欠一千八百萬 你哪有資金炒房 就買凶宅 買凶宅 買凶宅也要錢啊 那時候我都 超貸 超貸 對 你一千萬是不是買到六百萬 行情一千萬是不是買六百 行情一千萬買六百 凶宅嘛 對 凶宅我們私底下備忘一下 你就告訴我 此物曾經發生過什麼事 我買方就 放棄民事行事訴訟錢 吳志祥是 以前吳志祥是追訴錢嘛 那我們不是送一千萬出去嗎 帶出野裝飾什麼都不知道 貸款就下來了 這個講完 判七個 我剛好都被管五百次 所以你都這樣搞 不是啊 別人都這樣 我不能講我這樣 聽說啦 聽人家這樣做就對了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才不是這麼做 不要這樣做 我看資料你上面是SARS之後 才開始當投資客 如果是SARS那一刻 你有打到就拚了 SARS是九十二年一月份 進來的 我一月份當投資 就是SARS來那個月 你就開始當投資客 對對對 因為別人都不買 那時候都沒人買 就我買 是啊 我買過來就 反正帶得很高 就繼續花 我不能立刻賣啊 立刻賣 我銀行貸款的錢要出出來 那就不要賣就出出嘛 那我一直有個問題 SARS那時候整個房價往下漲嘛 對不對 近乎崩盤嘛 既然台北不知道跌了四成還是跌了幾成嘛 對對對 那為什麼新冠疫情的時候房價反而往上漲 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是你全部都不往外旅遊 你錢都沒地方花 台商從大陸回來帶著錢 每一個都帶十一要十一 那新冠疫情那一年 我的貿易順差是七百億美金 之前都四百億 七百億美金都要化成新台幣 新台幣只有三個出入 一個是股票大漲 一個就是定存 一個就是房地產 所以最後能吸納的就是房地產 股票只是波動而已 股票賺到錢 那時候不是航海人 你不是在衝浪嗎 你衝浪到你怕你賺到錢 你也是到房地產 不會到存款 存款因為利息很低嘛 所以照這麼說起來 那時候疫情的時候 反而房價漲漲漲是正常的 我告訴你啦 SARS的時候你就應該買啦 疫情的時候你也應該買啦 下次也不知道什麼 疫波拉病毒或什麼病毒 疫波拉病毒來到台灣 直接買 不要亂說啦 天啊 我6號我不怕 如果是會中我沒關係 他意思是說我活夠了 對啦 疫情來就是買 這樣說 那你那時候 你炒房之前在幹嘛 你說我開過網咖 我 我退伍以後做十年中 做中紅 有機會就做到投資客的 做郵包 我是包廂 喔 你包廂 我是敢不敢他也不是我包廂 是 我都發小包 我發小包 我賺三千 我接一百萬 我發出他們七十萬 我就三千 總紅利孫才好 有 那些什麼 我賺到那些投資客 一年 二十四間都好 我去法派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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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做這個大宗的 他們跟我說 要怎麼做 投資客要怎麼做 我 我 我算是說 每個投資客來 我會說白人投資客的方法 我 我算是 因為如果一流 一流流行消費一風 就是一流往後退 鋪 假三假十 也只是刷家 放個空洞處 可以跟新店人這樣做 全部都我做 我 全部一流都這樣 幾個年 所以你算包設計 那不用設計 反正照片給你看 就這樣 就通通長這樣子 投資客就 全丟過來 就 四十五天完工 就一百萬 然後鑰匙就 中間直接帶看 投資客不會回頭看 不是在家 他就一紅 很乾脆 看什麼 我可以同時動八公 八個公 你手上有那麼多公班 有 有 就一千一百 就好 我都計五百 人家最多兩千 五百六十千 是 那最多一千 一天五百一千 他去刷牌 好 花便當啊 對啊 算說 主理儀道你管 清潔你管 什麼 你四頭一人 水電你管 他就慢慢慢慢做 對我這條 他就四十五天 他就做四十天 另外一千五百一千 他一天三千 五百一千 我就比較便宜了 八點他也加減工 三工 三工同事也加減工 我有法度接觸 這個就是二十四天 這個就是四十天 所以我隨時都八個在党 一個三十萬 一個二十萬 一個二十萬 所以你的量有夠大 非常大 非常大 但是你沒有遇過那種 裝潢啊 整個城屋之後的糾紛嗎 沒有耶 因為都做投資 都哪來糾紛 因為你 你要知道說 土水三不定 你有的工夫帝就不到那裡 沒抓鞍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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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個老塞在後面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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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鎖鎖�鎖鎖�鎖鎖 有啊 賺很多啊 然後就去開網咖 沒有 沒有 就去做 因為八十四年一月份 陳水扁上來就要取締頂合針見 我全做頂合針見 你做頂家 所以我們兄弟要繼續做 我沒有做 頂家站很大 我就去做總結 我做總結 我買售是天分 三個月沒售一間 我七個月沒六間 王毅臨就馬上叫我做店長 你爸 因為我都跟處處說 我幫你優雜給你 自己都拚手 穿出的東西 給你家比較漂亮 給你的東西 你們在這裡找大家不敢 我全補就是 本書整個都清早 清早以後 洗乾淨以後就是優雜 因為空間會比較大 他如果想買這個錢 我把它價格砍下來 他就原理 買方看得乾淨就立刻出去了 所以我接到房子都賣掉 我是天分 王毅臨不要說新人 三十八月 新人我第一個月做完 第二個月做得對 第一個月做完 第二個月就當店長 第二個月做完 因為一般來講 在以前的歷巴五年以上 業績才會到店長 我一個月 因為你不幫我生活 我就跑去那地方 帥哥 來問一個問題 問一個觀眾比較關心的問題 我要買房子 那我怎麼砍價 打個比方 打個比方 我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 內湖五期重劃區 對 說實在話 因為我那個時候在友台上班 我一直想買五期重劃區 你散步就可以到公司了 塞車過公司 有時候我三萬千的事情而已 那邊塞車就不關我的事了 我旁邊小就乖了 對不對 可是那邊房價很硬 但是他生活機能很差 內湖五期那個生活機能超差的 說到內湖五期 勞在乎不利 內湖五期你也敢買你家 不然我沒有東西啦 不要這樣 因為民國104年的11月 那時候我說 柯文哲你就不敢 不然我處理當方式 我就輸了 你說工業宅的事情嗎 他就是說工業宅宅 以後的工業宅宅要再賣 那就要取建築師簽名 那意思就是說 你的三萬兩億兩位必須拆掉 然後買賣完了以後 在其中 因為所謂的工業宅宅 好比說工業宅宅 這總共是五百坪一個樓宅 它有一個規定 這裡是茶水間 這裡是廁所 廁所多大隨便 廁所只能在這裡 那我現在蓋成四間 每一間都有兩間廁所 廁所沒有連在一起 這個叫惡工 他們工業宅宅在賣的時候 商訪兩天兩位 就怎麼樣 一個床部上去 這裡寫董事長室 這裡寫總經理室 那個小房間寫會計室 客廳寫業務室 業務室的時候廁所就寫茶水間 它不這樣不行 它不能隔廁所 而且大部分是空屋給你 要工你做 萬一你現在要賣 11月以後拿到使用資料 針對的是誰 內湖五期 內湖五期裡面有住宅區 有工業有商業 我告訴你工業商業不要買 你就一定要買住宅 住宅沒有差 可是內湖五期住宅很貴 都百萬起跳 對啊工業的比較便宜 工業的大概也要70啊 以後會10啊 可是內湖五期的住宅區 不要講工業區 它住宅區也很貴啊 我去看過啊 我說我去看那個住宅區那邊 它那個房子 那個配色我怎麼看都像寶塔 對 然後上面不是金的就是銀的 怎麼看都像寶塔 然後我去那邊看過一戶 它全撞60坪 然後一個停車位 那個停車位有夠難停的 它光車道就很小 而且要轉來轉去 S型 轉來像在柯架角這樣 然後你要S型才可以找到停車位 後來我去跟他談他開價那個 房仲跟我說 屋主開價6200 我查過實價登錄嘛 沒有這個行情 我說沒有這個行情 多少要賣 然後屋主說 五千八啊 少一百塊都不賣這樣 我說我不是來跟你連口責 我是真的要來買家的 開一個良心的計劃給我 他說五千六可以談 我說這樣不用說 沒有這個行情嘛 沒有這樣 我們這實價登錄都是公開的嘛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實價登錄 有沒有可能作假好不好 實價登錄是公開的嘛 我查過這間房子的行情 這四千八而已 我說這樣不用說 他說不然老師你開個價 我說四千六啦 多一百塊我都不買 他說可以談 好啦好啦 白癢 白癢 我都是加價買的 你還給人家 你真的沒人家買 沒有啦 我後來沒有買 我後來沒有買 那一間我後來也沒有買 那屋主都聽有一句 江湖上有一句傳言 賣不掉加價賣 誰講的 誰在過頭講的 我賣房子都沒倒顧 我開價都不能砍 為什麼叫賣不掉加價賣 賣不掉不是應該要降價嗎 來我告訴你 有一個房子行情是五百 你就開價六百賣 那就沒有人問嘛 對啊 你要稍微來冷凍三個月 再過來就七百八賣 然後他成交就七百五 為什麼 就是這麼好笑 為什麼 賣不掉加價賣 我告訴你啦 繳你你也不懂 你當主持人就好了 你沒有投資哥的天分 賣不掉加價賣 你說你說 賣一段房子以後就要冷卻 然後再賣 這是一個比較的心理 因為很多人喜歡 有砍到就很爽 所以我如果要買菜 如果要買... 一個要買80 我就把他開到19塊 你怎麼做 你做我就不買 開房子啦 所以你這個做法就是在騙攀 我一查實價登錄就沒有這個行情 還有實價登錄有些都可以造假 實價登錄造假 但是真的不要這樣做 那你聽到的實價登錄怎麼造假 我舉一個例子說 因為眾界都不想造假 所以常常下面的員工會撿起 所以你買到2000萬的時候你想帶高 或者你以後不想繳黃帝 就一直下個管 那你跟...買 又只願意 成交多少就寫多少 然後你們就再簽完 找個代書 簽完之後呢 就給... 買賣時候不是4%2% 6%就給... 就收到以後就是沒收 因為買完後悔嘛 就沒收了嘛 最後成交多少我不知道 成交2000 那... 因為老的屋主沒有黃帝為歲 所以也許你願意寫2500 但是這一件事情跟...沒關係啊 因為... 毀約沒收已經給了 啊... 我沒有看到 可是你這樣多花6%耶 沒有啦 就2000萬的6% 120就回約啊 買完後悔... 買完後悔...就沒收啊 沒收以後我們簽完約就跟... 沒有關係啦 因為他不在場啊 佣金拿到了 本來2000就寫2500 不是比較好貸嗎 那以後賣2600或者賣2500 不是...2500不是沒有黃帝為一嗎 那我們還是回到剛才那個 那如果要跟你買房子我要怎麼砍價 不可能 不可能 你這樣我們錄不下去啊 好...那你要跟我買房子你怎麼砍價 我... 我... 我跟你買房子的時候 我丟一個價格就死在那裡 沒有我就...我不會回頭 沒有 因為你是投資客啊 對啊 因為大部分我們現在在那個... 螢幕前面的他不是投資客啊 對 其實說實在話啦 就是... 我們錄影前我跟那個... 那個頭哥在聊這件事情嘛 在台北怎麼買房子 很多... 中南部... 我是...我哥友人 我們中南部的小孩 很多人會有個台北夢啊 說實在話 我也曾經有個台北夢 因為我們教補習班了嘛 因為要來過台北南洋街 才叫做民師嘛 對... 你說喔你看那個... 我們中南部以前那個招生廣告 有沒有台北民師南洋街民師嘛 你聽過澎湖民師嘛 不是說澎湖不好喔 不要誤會喔 就是他就是一個人設 一個象徵嘛 要浸過鹹水嘛 那我們都有個台北夢 那曾經... 在那時候我也曾經來過台北上課 然後在台北看一下台北的... 也沒有能力買 但是洗一個看一個... 出嫁生做安裝的這樣嘛 我記得那個時候大概是一... 我結婚前... 11年... 11年... 11年左右... 10年... 11年左右... 我記得我經過新莊板橋 我塞車嘛... 載我媽媽嘛... 那時候七天而已 不然誰... 我看到新莊有一間新城屋... 50坪到75坪... 開價每坪那時候我就好像開60... 開60... 我就算了一下... 你就買最小間的50坪 60... 砍一下嘛... 砍一下嘛... 對不對... 一開多少我就買多少 三千萬 對不對... 我連去全國電子我都殺價啊 那... 三千萬讓你打個... 85折 打個85折 2550嘛 2550嘛 2550... 還買一個停車尾嘛 一個停車尾嘛 兩千七百五嘛 兩千七百五嘛 還買兩千... 兩百五十萬總紅 三千 你處中是要總紅嘛 三千... 做小孩要吃爭口也要總紅啊 對不對... 你不能買地寶喔 沒有裝潢進來坐大桌子嘛 對不對... 要打破爪嘛 OK 三千萬 要怎麼買啊 你給我個理由 三千萬你說一般正常收入的人 你怎麼買 不可能啊 對啊 那你是投資客嘛 我就是打算這一間我買下去 我放多久獲利會有多少 所以我就給你一個價格嘛 你不賣我那我就跟別人買嘛 又不是只有你在賣房子 可是我們所謂現在的年輕人 我告訴各位 現在 我現在每一天都在團看 每一個時間點不一樣 我跟你講 一個忠孝東路五段四百二十三巷 我前天在團看 它這裡是忠孝東路 這裡就是永春站 這裡忠孝東路 那忠孝東路後面的山洞 山洞的這一邊是商 商商 以後蓋是560% 一坪五百 這一邊 同樣像是 這一邊是住山 225 那兩邊的房子都是2750 這一邊以後蓋起來值5000萬 這一邊的公益以後是2.5倍 容積率超2.5倍 是1億2.5倍 所以你現在看這個節目 你第一件事進入 我講台北市 進入台北地震營 輸入你家的門牌號碼 輸入你家的門牌號碼 它會把你的坐標點一個紅點 把它點進去要點三次 因為有時候會點到道路用地 因為手指很粗 有時候會點到哪個地方 注意點出來看你的土地是 什麼什麼名目 台北市有很多都改變成 你不知道 這個巷子 這個三弄 這個是商業大樓 這個屁股對屁股 這個三弄的這一邊是商業 以後一瓶蓋560 這裡同一個弄 這裡是一瓶蓋2.25 這個是5.6 這兩個今天都賣2700 我簡單跟你講 這兩千715加兩成可以買 這個千萬不要買 而且要賣掉 你只要點出來 你家裡是住三 你就賣掉 我再告訴你 用直線距離一點垃圾一點 結印的結印體 就是你認為你黃子這一排的都跟 最近跟結印體的最近 只要400公尺獎勵30% 800公尺獎勵15% 所以台北有太多的黃子 我現在點的黃子 全部都在400跟800 400比較好 因為400它的獎勵中心 它的台北管理局是為了美化四柔 結印站的旁邊要美化 所以它給你30% 所以你要跨直線距離 直線距離400大概走路丟800 你只要拉起來 這個在400你賣 這個在800只有15% 我想一想 800以上絕對不要買 立刻賣掉 你家是800以上絕不賣掉 然後同樣的價格 或者加一點錢 一定要買在400以上 因為以後的獎勵都跟 他給38% 還有一件事 海鯊負責一定要買 海鯊負責一定要買 對 因為本來黃子 你上次被打什麼時候 你等一下用打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 我剛才用打 政府在打 我告訴你 空間有一千 後來都跟是兩千 一倍嘛 你海鯊我是不是要800 海鯊後來剛才加三千 想要你海鯊和負射 所以是兩千六 800兩千六 一個一千變兩千 一個八百變兩千六 我現在買八百變兩千六 所以 等等等等 海鯊負射加價嘛 等等等等 我現在在跟你討論的是像 這些現在年輕人 我不是在跟你說投資欠的事情 我是想你以投資欠 你以一個投資客的角度 讓這些年輕人有一點建議 就是我想買房子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砍價嘛 我們來講嚴重一點 現在年輕人都買不起房子 去旁邊玩沙 你意思是說 回去找媽媽就對了 沒辦法 然後我告訴你 你買不起房子的原因是 父母沒有幫你出投機館 你的父母就是很無能 你去新安里德躺平 這個也沒有任何辦法 這父母要給錢 我告訴你 買主不然就北部要給錢 我們沒有了 沒辦法出錢 我扶得什麼 扶得老平衡 你知道嗎 我應該都北部出來 我媽媽出來 沒有啦 因為就是 以現在年輕人來講 要在台北 就不要講台北 現在全台灣的房價都在漲 我就講我們高雄就好 高雄連小港 不是說小港多差千萬不要誤會 因為小港它其實有那個三中 中鋼中油中轉中的壓 但是隨著台灣有一段時間 重工業沒落 重工業出廚 沒辦法 就整個下來這樣 不好意思 小港現在 新城屋大樓 又不是前天的 一平開到三十 小港一平開到三十 那年輕人要怎麼買 高雄哪時候開始漲了 因為在103年 你摔過頭到竹南講過一句話 台積電來了 竹南漲三層 摔過頭來了 竹南漲三倍 我在103年就知道 台積電是專門為草王而設計的 那高雄這一次漲 是2021年的8月份 那個中油的廠要台積電下去 然後左營就從一平 一色烏就從二十二萬變成二十幾萬 後來三十幾萬 現在四十五萬 我再告訴你 那東大樓還沒有動工 二十二萬變成四十五萬 你看那個呆蕭小姐 臉不紅七不喘 心安理得告訴你四十五萬 台積電宣布設廠那一天 一個晚上 十一月 十一月 我記得二一年年底 一個晚上 男子一平漲三萬 其實男子漲三倍了 你不能拿那個昭和年間的事情來比 現在在攻橋頭 你如果要攻昭和年間的有沒有 台北不是要去幾倍了嗎 橋頭在高雄有一個建商 在那個橋頭那邊的農地一直買 買到十一萬十四萬 以後簽下拖大地 他現在在今年而已 他橋頭一手烏從三十二萬變成四十一萬 都賣不出去啦 你看看禮拜六 禮拜天人山人海 全部都滿耶 被提不到排隊咧 橋頭新市政 假設是我來做的話 百分之八十就是 員工都找父母親或找兄弟姐妹 兩個夫妻帶一個小孩 一天就是給你一萬塊 那我要是接待桌八桌一定做滿六桌 讓真的客人沒地方做 人就是這樣沒地方做他才會買 三個都擺下去 我是說我 我不是說別人 所以你再說的是飢餓行銷 對啊 故意 好 那還是再度推回來那個話題 就是那現在年輕人 你不要說台北買不起房子 你就是一般正常的壽星階級 你在高雄可能都買不起房子 全世界的年輕人都買不起房子 真的全世界 那還有一件事情 中國人炒全世界 全世界不管是澳洲 紐西蘭跟加拿大 全部都是因為中國人炒起來的 台北人炒全台灣 我現在就跟你講高雄 我現在講的話我從來都沒講過 這個真的會動搖國本 好 那我到高雄有一個很大間 那私底下我在高雄 因為他對我很好 我不答應你講 好 你等一下可以先告訴我 他兩千多戶 那七五年七月一號開始賣 賣到今年四月一號 那我在新聞旁邊列印出來 就十下總共六百多件 賣了三分之一 那我去那邊跟他 他本來有給我賣嘛 我可以找人家賣 我來行人說來行話 你怎麼說百部 沒有人在說來行話 我第一句問說 那個... 我不是說銷售多少價格 我第一句話問他說 高雄人占比多少 戶籍在高雄是多少 好 27% 73%不在高雄 不在高雄買高雄 也就是73%是投資客 那我就第二句話問他 投資客賺多少 90% 那現在問題來了 今年1月10號 平均遞錢通過 就是買一收不能轉業 是 投資客就不買了 7月1號開始試詢 那現在為什麼 應該一收很差 但是我們新聞卻告訴你 一收物量也增加 賣翻了 所以有一個新聞是 一收物很冷 一個新聞是一收物很熱 來 我告訴你真實答案 現在電視台你只要看廣告 請問你電視台的廣告 房子是占25% 結果現在 你就不相信 你從50億就看到58 董正銀也看看 你到處去把它看看 沒有建商的廣告 就只有那幾個案子 沒有建商廣告代表他賣不好 賣得好 賣得好 趕快就賣下去 不是已經賣完了嗎 對啦 最好是賣完了 這個 因為都是帥國的我教的 是 代銷只要協會兩句話 你一進來就 我只剩下兩千 下禮拜又要闖價 這樣就畢業了 錢果的代銷都是我教的 都講這兩句話 所以賣我房子那個 也是你教的 他也是這樣跟我講的 對啊 我能不能告訴你 這兩百戶我今天開賣 李傑你進來 恭喜你先生 你是第一戶 我們兩百戶都還沒賣 隨便你這樣 我告訴你 一個月剛才我沒辦法 兩百戶是怎樣叫 我回家考慮 一定要告訴你 我只剩下兩間 一間向前面 一間向後面 李傑你又想 我喜歡邊天十二樓 過來十二樓能不能介紹 主席要把他擺出來 都沒有人 一個人 恭喜李先生 十二樓 可以介紹 因為 陳先生要出國要賣 你不管哪裡去就去 沒辦法 還要怎麼做 你賣完以後你想要 炸雞啊 炸雞啊 不是炸雞 你炸雞代銷全部關完了 房子誰賣 四萬個都四萬個炸雞 沒有一個不炸雞 好 那你現在講說送個家具 或送個張房 那小姐怎麼講 反正李傑這個判他腳 一定買的嘛 他就直接講 李先生要求送沙發 可以不可以 後面的專案經理就經理 不可以 為什麼 講可以不可以 就要講不可以 講行不行就是 你沒送李傑我買 李傑先生要求送沙發 行不行 行 好好好 我聽了 按摩時 對那個 帥過頭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聽到的是 可不可以這個sign 後面就會講不可以 但是如果是行不行這個sign 他就是行 明天又改暗號了 明天就改芝麻開門 所以這是他們的sign 所以沒辦法一家 為什麼 因為客人還沒來 我在那邊裝潢的時候 小姐一個月底薪是4萬2 獎金4千分之2 就已經一天8小時 在練習走路逮捕 然後他從代銷中心走到現場 那個麥克風是案子 要讓主管聽 你有沒有講錯 然後我們安排 我們六個小姐 第一輪第二輪 平均花廣告2千萬才有2千個客人 一個客人1萬塊 你既然連西流口都沒成這樣 你可以走了 就是這個業績決定一切 情報局長應該叫你去做的 我是比較忙 我本來要選總統 買房送500 貸款不用還 基數真理 如果我今年比較忙 今年就讓別人去選 我跟你說 你今年讓他去選 因為明年才選 明年才選 那我還是想想問回來 就是我們一開始聊那個問題 好 今天我是年輕人 我現在去看房子了 好 我們就比方 這個建安在高雄 大概比如說60坪到70坪左右 好 我們就抓60坪 我看了一間我喜歡60坪的房子 扣掉三分之一 公設比裡面大概還有40坪 再扣掉前後陽台不來 裡面還有36坪 36坪 一個平面其實算不錯用了 對不對 那以高雄的房價現在平均 我們假設抓32 60坪 就是1920萬 1920萬再加一個停車位200 那就是2120萬 我怎麼砍 很難 你代銷沒辦法砍 代銷怎麼又沒辦法砍 不是 因為他賣給你一坪30萬 前面要是有人是 但是後面還有人買30萬的話 整個都翻了 後面你會賣30 為什麼賣30 因為實價登入就是透明 因為街上不高貴 所以同樣的八樓 我這邊買到 前面買30 我買30 我沒話說 我現在買30 下個月有人買30 馬上便不用高貴 他就是 他就是 不小心我手 價格守得太硬 你太阿薩利 萬一成交我一定要送東西 或者要降下來 不然後面不會受傷 來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 這個 我提了這個案例 來來來 拍一下 前狀面積X 等於主建物是58% 因為為什麼來 因為副主建物8% 共42的大部分算是 所以這42你轉過來 這邊主建物就是58 所以等於前狀面積 然後所以你看到 有時候看到38% 那是怎麼來的 就是車位不是12坪 平面車位12坪 中間走到的7坪 就放到樓上去 租戶資 因為你要走 是 所以有很多的爛招數 所以12樓你就34% 就前狀你就成年34% 差不多這樣 你還是沒有跟我說 我現在怎麼砍價 幹嘛要砍價 沒有 年輕人要買房子 你是投資客嗎 全世界的年輕人都買不起房子 這是我們希望讓年輕 買得起房子 講下去他們會轉台 就辦不到 沒辦法 你一個月3萬 5萬元 10萬 台北市年10萬 就沒辦法買房子 台北市年30萬 沒辦法買房子 你10萬 你媽媽媽 你一個小孩生出來 你就讓你小孩要花3萬 人家進場就要花3萬 是 這不再減 沒辦法減 就剩7萬 出租就2萬 不好就2萬 剩5萬 5萬2個媽媽媽 是很難過的 你增加我不知道 10萬就沒辦法買房子 你怎麼投資 好 來 現在我老婆 然後我跟我老婆一個月 加起來賺12萬 好不好 那我適合買多少錢的房子 適合買 盡你全力買 買在 我再告訴你 就買在接應400公尺 海沙屋 海沙屋 雙財最好 就是說 你第一間房子的時候 你貸款可以874 第二間的房貸 你就貸7成 第三間的房貸 你就會貸4成 你第一間買的時候 你台灣有一個新親安專案 新親安專案 你可以貸80% 你可以用40年貸款 你盡量爭取寬限期 盡量爭取寬限期 的話 你就準備兩成 盡你的權力下去買 因為我要告訴你 你 好比說 你剛才舉的例子 有500萬 你有12萬的薪水 你在20年不買房子 那個叫主動收入 主動收入賣好 你給你一個月 賺2萬 一年賺1萬 20年 4百倍而已 你看看你父母親的那個房子 以前60萬買 現在3000萬 你要讓這個被動收入才對 所以你就浮潤如何 要買像買海沙屋 買捷運的旁邊 買在台北市 然後盡你的所能 你只因為這個決策對 你30年後 你退休 現在35歲 65歲 退休的時候 我那個房子子子1 不要告訴我2000多萬很貴 我告訴你 他是子1 我可以算你 你看你在找我 我沒有想像 我跟你說 調你的土地的 那個 主值 還是商值 主政務 我都給你算出來 後面說 現在 市中心是120萬 你20年後 應該是200萬 20年後 剛才你後 有幾坪 你算起來 10坪的土地 容積 商山 560 56坪的主政務 56坪的主政務 放在這裡 主政務 放在這裡 58% 這是50 你除以0.85 就得到全壯面積 全壯面積 沒有獎勵 各種獎勵 算建商的 這個原來的 算你的 我告訴你 真的 只能放在這裡 1坪是200 不是你現在 不是你後 1坪是200 市中心 1坪是200 你如果是10坪的土地 主政務有50 主政務有50 就得了 除以你們的58 你就定義 81坪的跌 81坪的跌 1坪200是2億 我告訴你 真的是2億 你就一個決定 就放在那裡 35 放到65 30億 好 所以你的建議 就是年輕人 沒有四大人休息 就不要買房 稅儲得 去搶銀行也要把錢 弄出來了 稅儲 就真的沒錢 就租房子 租一輩子嗎 然後我告訴你 因為台北的房地產 為什麼會上漲 捷運一條是一兩千億 搞了二十幾條 所以我們捷運 在台北跟台北縣市 已經搞了幾兆了 幾兆的錢 就讓陳以示 因為投暴力會翻成4 所以他房地 他的捷運的價值 已經變成二十兆 二十兆是平均放在土地上面 所以有房子的人 為什麼六十萬會變成兩千萬 是因為漲價沒歸功 孫中商講的 民生主義 漲價歸功 房價的上漲是因為 全體社會人的努力 不是因為你屋主的能力 但是現在房地產 就是我們捷運蓋那麼多 回饋到房地產 所以六十萬變成兩千萬 有夠正常 雖然他一點都沒有做 這個兩千萬 然後你房租本來 就從五千塊變成兩萬塊 你沒有房子的捷運蓋一堆 只是漲到你的房租 屋主就真的漲了十倍了 頭哥 我想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網路上一直在吵一件事情 買股還是買房 買房 買房 可是你知道有人算過 就是如果你二十年前 丟錢買台積電的話 漲了二十倍 對啊 你的房子也沒辦法漲二十倍 我告訴你啦 二十年來你炒股 是兩秋清風 二十年來你跟著摔過頭買房 你走路走不動 那個鑰匙從這裡拖到褲管拖下去 你走路都走不動 炒房會讓你走不動 炒股會讓你兩秋清風 所以你還是認為 就是買房比買股好 買房 買房 可是如果說台灣房價真的到頭 我這麼說好了 你有買中國的房子嗎 沒有 沒有 那你看中國現在面對了房地產崩潰 台灣也曾經面對過房地產崩潰 大概九零年代的時候 民國八十一年到民國九十二年 對啊在九零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那時候 那時候房租到什麼程度 高雄小工一倍八萬 高雄美術館 最多的一倍十五萬 對對對 如果說我現在進去 然後遇到那個情況 要撐得住 還是會上來 要撐得住 好 那頭哥 我們這麼講 你覺得房地產有機會崩盤嗎 現在中國大陸的房地產已經崩了嘛 對 我那天看到一個新聞是 上海本來有一間房子 那時候他人家開 他要兩千萬人民幣賣 人家不買嘛 然後後來他覺得狀況不對了嘛 降到一千六沒有賣出去嘛 最後成交價六百七十三萬嘛 人民幣嘛 跌了六成多耶 上海各區啦 平均是跌兩成啦 對嘛 那台灣 有的區域很慘 台灣的房地產 不會跌 我這麼說 我在去年 我曾經受邀到一個 建商區 那個 那個 仲介商演講 然後演講完 當然 老闆請吃飯嘛 我跟他們當地在開工這樣 我說我怎麼好 房子 好像長不太上去這樣子 當然他有他的解釋嘛 他說 當地房子 會買一部這樣 他說你問我 我們賣出去 當然說會買一部 但是他那個時候叫我忍到 這個 去年的演講嘛 他叫我忍到明年的第四季 就是現在 他認為這個時候差不多房價 開始要往下走 是每一年的總統大選都沒有買方 總統大選 1月13號投票 1月14號就買方 就 延值性消費 所以 現在就應該要買 那你認為台灣的房地產 有可能像 我們說90年代那一波 砰一下來嗎 90年代是這樣 是因為 央行總裁謝忻中 在 在民國79年的 2月28號講 3月1號以後 6年指示 一個例期是 從7% 直接升到13% 然後那個 高爾夫球長不能再蓋了 總共有6點 因為那是 大家都在亂搞 那7%到13% 股票就連續跌 股票就開始 就從12,686就跌到2,000多 那房地產就跌 一年跌3% 在台北連續跌12年 都是3%很穩定的下跌 所以 它房地產跌過5年 跌過15% 你就忍下來 因為它跌12年 台北跌了36%還是上 它不會一次就下來 所以 期待 期待撤到 沒什麼可能 沒什麼可能 我告訴你 你如果怕房地產 不要買太多 老婆 你買5K就好了 你這樣靠 我現在 我每天都不會 完成 沒什麼 對 我買的房子 比我吃過的蛋還要多 說實在話 親愛的觀眾朋友 聽他講話實在是很令人生氣 但是又異常的真實 就是呢 當打不過怎麼辦 那就加入囉 所以上了賊船 那你就要想辦法當船長 不管你怎麼抱怨房子的價格怎麼樣 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講 房子是剛性需求 我知道很多網友動不動去 阿朗 美國怎麼樣 德國怎麼樣 法國怎麼樣 那風土民情長得不一樣 北極熊很強 巴厘島很美 但是你把北極熊放在巴厘島 死路一條 台灣有台灣的風土民情 就是 或許一輩子 就真的必須要有一間 你的房子 那 水果陀他很多言論呢 不代表本台立場 雖然我覺得異常真實 我們待會老一張妹子 我對你走 台灣不一樣 我家不一樣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水果陀帥大哥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其有此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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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的 好